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读过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从2010年初次到中国演出 到如今常驻中国工作 俄罗斯钢琴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与中国的缘分越来越深 近日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首次来到山西太原 为当地观众送上一份音乐大礼 一手手经典之作 如诗歌一般 在他的指尖如水波流淌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自幼喜欢音乐 六岁起开始学习钢琴 其曾祖父杨伊万诺维奇正是世界著名原舞曲《多脑和直播》的作者 2015年起他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外籍教授 并时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除交授钢琴技以外 平日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还喜欢研究两国音乐 他认为每个国家的音乐都独具风格 在对音乐我们的营兰的韩式 我 Muchальных是哦 比如在美国也有个国际乐队 就是安德烈 这就是在宝贵里面 在宝贵里面 但我说在中国的乐队 有更多的工艺 而且文化很古代 所以有很多趣 最近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又开始巡演之旅 此次太原巡展结束后 他还将在中国多个城市 举办独奏会 继续加深中国两国文化交流 我认为,我认为,我认为 如果他把位置立在其中间,他都会承评他樣子的 road,他会知道! 我认为,他们有所 gran能兴趣的是, 当人民开始从分别人解决, 在相时感到达更加不思认。